第八碗牛肉飯 早就在蜆港機場製作一碗 第八碗牛肉飯 機場有一間碗牛肉飯 是吃粉的 湯頭除了太淡 像水一樣 這碗牛肉飯是米線形式 雜感,不用煩 有肉丸 有些熟牛肉 另外的配料就是少少芽菜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碗牛肉浪費了我的早餐 所以離機場也是沒事的 這裏就是蜆港機場 我們這次就是坐這輛小小機仔 是樂錄機來的 準備離開蜆港 我們下一站在河內 這裏是蜆港出名的 很漂亮的海灘 很長,超級長 好,非常快 只是一小時的機程 便到了河內 開始... 一小時的機程便到河內 在河內 一早被人喝了一碗不好吃的牛肉粉 來到河內 下午12點 下午12點 做多一碗,第九碗 粉條就是闊身這隻 最喜歡吃的 最好吃的 那它掛湯 掛得好 變成你吃下去 又連湯水一起 味道會比較重 本身湯底 我不覺得它是牛骨湯底 應該是雞湯底 這個青雞湯底 連上少許牛肉也很香 從早上那些清水 都贏了九條街 至少 這張機票就要七百多港幣 如果坐火車 要超過二十個小時 才可以由蜆港坐到河內 飛機一夜 省一點時間 還有很多 喜歡的影片就按個讚 如果想繼續收看 就按個訂閱 還有繼續游越南